大家好,吃飽月,歡迎回來農科太太 我們今天農科太太請到農科太太的同事又是 農科同事 對,是盛情人 盛情這幾年都在研究的是我們的微生物菌 微生物菌就是微生物肥料的客家話 我今天要讓大家講微生物肥料的客家話 微生物肥料 微生物肥料 微生物肥料跟一般的化學肥料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們長期使用化學肥料的話會造成 胡蘭的酸化、鹽化 你用微生物肥料就可以讓胡蘭活化 然後增加胡蘭裡面的更多益生菌在增長 欸,益生菌的,但是胡蘭有一點免費的包配 對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微生物肥料就是 對我們的土地來說就是有養樂菌 把我們一些好補聚 欸 很多人都在問候,問候,說 微生物肥料才會有很多管做的飲料 我可以今天喝養樂菌,還有其他人親切做的嗎 我們這個益生菌的話就是所謂的植物的養樂多 植物的優酪乳 植物的養樂多 優酪乳要怎麼樣用 怎麼樣喝呢 千萬千萬的話 不要全部混合在一起 同一杯 因為同一杯的話 這些菌 它會先自己打架 會打架 然後減少它的一個效果 對 對 對 但是要怎麼樣用呢 其實很簡單 我建議就是說大家在用植物的一個優酪乳的時候 可以禮拜一先用優酪乳 禮拜二再用養樂多 再隔個兩三天之後 禮拜五的話 然後再用不一樣的一個益生菌 對 就是其實大家白煮 如果不一樣的一個益生菌 其實大家白煮 如果不一樣的話 要怎麼樣喝呢 那就是重點就是 不能混用 對 對 導致會 忍耐了 好喔 我們今天 到底能夠盛行的 把我們說一下 我想不要來客家 我要不要說 微生物體料 喔 微生物體料 好喔 我們請你今天 告二點 歡迎我們 趕快來吧 我們要來個月 我覺得 我們要不及 感谢观看